主要介紹Ni的DAQ產品呢 我們會有提到幾個主要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就是 我們在所有的DAQ產品裡面 我們都整合到 LabVIEW這個程式語言裡面 然後我們可以控制超過100種的DAQ的硬體 另外就是呢 可以節省我們開發的時間 透過我們的DAQ小幫手 還有呢是我們的範例 我們眾多的範例跟應用範例程式 可以節省我們開發程式的時間 另外呢我們的DAQ的API呢 都是支援多核心的 多核心的運用 所以呢可以提高我們的效能 另外我們可以做多個產品之間的同步 那開始要為大家介紹我們DAQ的幾個概念 那在我們撰寫程式的時候呢 主要在我們DAQ的部分分為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Channel的概念 我們所使用的DAQ產品是用到了什麼樣的通道 是AI還是Analog還是Digital 是Input還是Output 那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是指定到哪個Channel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Task Task指的是我們進行的量測任務 我們進行的量測任務 包括了我們的通道 我們要設多少simple rate 還有我們要做連續的截取 還是有限點的截取 那這是針對我們這個通道的任務的一些設定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的function function指的是說 我們到底這個是要進行讀取 還是要寫入 我們是要做input還是output 我們要產生的是數位的訊號 還是類比的訊號 那我們抓下來的值呢 我們是要用有限點來做 還是浮點數 還是我們是用微縫的方式來呈現 另外還有包括 需不需要做存檔這些功能 那這是在function的部分 那所有的這些我們會用到的參數呢 我們都叫做property property 以LabVue程式來說呢 像是我們使用到的Channel名稱 是一個屬性 是一個property 那我們用的trigger線的名稱呢 是用到哪一條line 也是一個property 那我們的觸發 是要用Rising的Edge 還是Falling的Edge來做 這也都是property 那在我們程式裡面呢 我們可以透過API來做這些設定 那同樣的呢 這些property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叫propertyNode的一個節點 全部來做讀取跟寫入的動作 那主要還是要先跟大家review一下 我們最快速進行我們出席量測驗證的一個工具 叫做DAQ小幫手 那DAQ小幫手是我們一種叫configure base的一種設計的方式 在我們LabVue裡面呢 我們可以直接拉出這個小幫手 利用對話框的方式來做設定 不管我們是要做擷取還是要產生訊號 我們要擷取什麼樣的訊號 這些資訊都可以透過小幫手輕鬆地來做設定 那我今天呢 我有帶一台USB的一個資料擷取裝置 連接到我的筆電 那我們可以來做一些簡單的一些setup 一些demo的動作 那我會先使用這個小幫手 讓大家看看說這個東西是怎麼使用的 首先我在LabVue底下呢 這是我開一個新的城市 新的VI 小幫手就位在我們的Management IO裡面 DAQ裡面的一個DAQ Assistant 大家如果沒有用過的話會知道 這個東西在我們初期做驗證是很方便的 拉出來它是一個對話框的方式 要透過要讓我們來做設定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擷取訊號我們就選Acquire 如果我們要做產生訊號我們就用Generate 好那再看 就是我們用擷取訊號 我們再分辨是代比訊號還是數位訊號 再量測什麼訊號這樣子 那我今天有一個通道我接了一個Thermocouple 所以我可以量測的是溫度 裡面的Thermocouple 然後再指定到我是用到哪一個裝置的哪一個Channel 那我現在就是指定到這一個Ai0這一個6351這個裝置的Ai0這個Channel 到設定的部分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可以設定說我們今天要量測的溫度是要用什麼單位 是要用度C還是度F的單位 還有最大最小的範圍 我們用的Thermocouple的種類 這些都可以做設定 還有當我們的儀器如果建立 你內建的CDC補償的時候要怎麼做一個設定 還有呢我們的擷取是要用連續還是有限點 假設我們用連續擷取的話 這邊就是要去設定我們的Sample Rate跟Samples to Read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示範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先看到我們這個量測的結果 另外除了這個部分呢 它還有Trigger的資訊可以設定 假設我需要做Trigger 我就可以在這邊選是要用哪一個邊緣來做Trigger 假設我用Digital的話 它就告訴我們 要哪一個通道的Trigger Line來做Trigger的訊號 哪一個Line呢 那我們要用Rising還是Folding 我們這個觸發的訊號是一個0到5幅的動作 還是5幅掉到0幅的動作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Login的部分 我們可以存成一個叫做TDMS的一個NITL的格式 它在兼顧這個可讀性跟效能性都做得很不錯 我們可以指定存檔的路徑 展示我指定到桌面的這個TDMS檔案 那我設定儲存一邊可以讀取我們的資訊 好了之後按OK 那我們的LabView就會自動幫我們建立裡面的程式碼 然後把它放在迴圈裡面 那我們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拉一個圖表來看我們量測的值 不好意思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直接看到我們量測的溫度的值 那經過存檔呢 它這個存成TDMS的格式呢 是可以直接在用Excel的格式打開 那如果開啟不同的通道它就會存不同的值 除了小幫手以外呢 我們用LabView的方式 我們還是可以去撰寫程式 那我們就會透過DAQ的我們叫做API 來對這個DAQ的裝置進行撰寫程式 什麼叫API 我們先看 我們所有的DAQ硬體呢 一定都要透過去用程式 也就是Driver 我們才能夠對它進行存取 進行控制 那在Driver跟使用者之間呢 我們就有一層叫做API的這個使用層 全名叫做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也就是我們的使用者可以來對我們的 DAQ硬體寫程式的 一組應用的一些 Function來跟我們使用 那在我們NI的DAQ裝置裡面呢 我們是同樣的API 可以套用到所有的DAQ裝置裡面 所以 這代表就是說 這個Driver的部分 必須要寫得非常完整 寫得非常好 我們才能夠套用到相同的API 去應用到所有不同的DAQ硬體上面 都使用同一組API 而且在我們不同程式 假設我們應用到不同的硬體之間做轉換 我們也可以很輕易的去進行轉換 我們只要指定不同的通道 只要它SPAC可以符它的需求 那我們的程式就可以很容易的進行轉換 進行轉換 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之間轉移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Level底下寫程式的話 大家知道一般來說我們會分為四個部分 也就是第一個部分是initialize 一定初始化我們的硬體 第二部分是我們要做一些設定 configure的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呢 當然就是開始我們的function 開始我們的function 不管是讀取或是寫入 另外一個部分呢就是結束 close的部分 我們主要分為這四個部分的function 所以我們的API也主要就會分為這四個 也就會分為這四個種類 所以有一些API呢 我們會放在initialize的部分 有一些API呢 我們會在這邊可以做不同的設定 像這邊是一個做simple clock設定的一個API 這是一個property node 等一下我們會再做介紹 另外這是設定存檔的部分 然後呢 開始跟讀取 這是屬於function start的部分 最後我們把它放在回圈裡面 執行結束之後的把它close起來 這是屬於我們寫程式的四個階段